内观的最终目的 是要帮助我们 净化内心 受过菩萨戒 也受过密教的戒律 戒律学是很深奥的东西 单单这戒律学就可以成为一个宗派 就是律宗 可见戒律学很广大 佛法开经济 无上圣身 唯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 真实意 当教授 是那一个觉知的心 让你专注而入定的 那你未来如果说 是修观 也是以这个明觉清楚的心 正念的心在修观 那未来你能够断烦恼 也是这个清静明觉的心 而来断烦恼 而来正果 而来成佛的 所以就说 在生活中 也是用这个心去生活 这个明觉的心在生活 念念的分明 在生活当中 去生活 所以就说 那在生活中 怎么把 这一个 禅修的一个正念 能够延伸在 一个方便当中 是 以这一个明觉的心 在我们的行住作物 去观照善用它 所以在 禅修中讲到 在经论中讲到 深受心法 试念处 那在一切的 深念处当中 一切的举手投足 一切的动作 走路 吃饭 包括整个 作息 工作 看书 打电脑 种种这些的 深的一个念处当中 包括呼吸 能够看到这一个 正念 明觉的心 那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 身心有一些感受 这个 清楚的心 能够看到 知道 有受生起 那是 属于 热受 苦受 不苦不乐受 要能清楚 除了看到受以外 保持正念 还要看到它这个受的灭去 热受生起灭去 苦受生起灭去 那么这个苦受热受 皆有因缘 那这些因缘的生起 必会灭去 所以呢 从经典来说 是缘起信空的 内观是一种 进化心灵的方法 直接向内观 自身实相 将内心深处的烦恼 习气 一层一层的剥除 直到达到 内在的安详与快乐 内观的最终目的 是进化内心 根除内心 所有的污染与不尽 从痛苦中得到解脱 得到完全的证悟 十方新闻 王天文 陈一上 高雄采访报道